HELLO 我是Koana 數數手指原來新貨推薦已經來到第8集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說了車 MST上了很多款車 分別有攀爬車、QE車和平路車 可以拍攝近一點給大家看 QE數這期翻了新的RTR 遲些會幫他們拍一條開箱片 大家到時千萬不要錯誤 還有是Turbo Racing 1-76的新車架車 迷你遙控車 有紅色、黃色和白色 零件部分 今期Yokomo翻了第四代的QE車GIO 手上有紅色和黑色 還有紫色版 還有這個 Performa P1 1-8 Bike Engine Castle Creation 今期翻了幾款 不同速度和車種用的 電便連馬達 有平路車、攀爬車、越野車等等 還有純電便的版本 車仔部分 今期BM Creation 推出了三菱的第四代露筍 分別有紅色和銀色 然後到Inno64 1994年日本房車錶賽12號 Casonic 車仔 還有可口可樂拉花日產 Sylvia S13 Rocky Bunny V2 Casic 車仔 Hotways 推出了Toyota Silicon GT4 還有RBR 8MS Super GT 19年版本 今期眉影也推出了兩架車 分別有這架 Johnson日夜的垃圾車 還有這架 Johnson High School 最後就是Tarmac 今期買了三架 Benz C63 AMG 分別有紅色和2016年金坡 RBR 3000的版本 再加上2019年的 Weather Attack 跑車錶賽的版本 然後還有這個 黑色的190E 再加上貨幣 Wolfo 850 Astay的景車 還有Audi R8 2019年版本 還有最後這架 就是30的路順旅行車 除此之外 今期Tarmac還買了兩套 1比64車仔零件 分別就是 Wordmeister CR-01 以及Waze TE-37 快等有幾個 都不能夠經常吃 今集又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讚和訂閱 接下來就是第五節 在這裡 祝大家快樂 我們下星期再見 Bye Bye 拜拜